就持續灌漿 一直到星期日的時候 24小時內 台北市長蔣萬安 三度直奔大職 視察坍塌現場 除了關心灌漿進度 也向姬泰建設喊話 該追究的責任 一定追究到底 該要負起的責任 相關建商或承操廠商 一定給我全面的負責 在沒有負起任何責任之前 休想在台北市 動任何一個案子 面對上任以來 最大公安意外 蔣萬安硬起來 展現鐵腕作風 依建築法對姬泰建設 服役營造和王德生 建築事務所各開罰9萬元 另外北市也要求 除了出事的姬泰大職外 姬泰壁湖 姬泰大安 姬泰西皇 姬泰建宗 通通都停工 至於服役營造 另外兩處位於北市的工地 也被勒令停工 我們台北市政府 非常堅定的立場 也非常清楚 就是延長重訪 其實一早九點 蔣萬就已經抵達現場 過來的那種狀況 大概就整個全部 他相信 蔣萬現場親自指揮 協調各局處 同時也關注 預防性撤離 居民安置狀況 因為大池街坍塌附近 受影響的就有七棟建築 兩百零一戶四百二十人 北市府也立即給予 每戶慰問金六千元 要保全受災居民權益 也關注災民安置情形 前一晚事發第一時間 蔣市長不只到現場 也到安置中心 安撫被撤離的居民 大指楼他意外 蔣萬親自指揮北市總動員 要為無價可歸的災民 向建商討公道 靖新聞綜合報導 立刻下載靖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